臺菲部長及經濟合作會議圓滿落幕 臺菲雙方簽署七項合作文件 保障臺商在菲律賓市場拓展業務 經濟部長沈榮晶在會後 攝驗款待旅飛臺商 並鼓勵臺商企業把握南向商機 經濟部長沈榮晶赴菲律賓出席 臺菲部長及經濟合作會議 並在經濟部場務次長王美花 和駐菲副代表朱熹的陪同下 在馬卡蒂市席開十一桌 宴請旅飛臺商 鼓勵在座臺商朋友們 把握南向政策 積極拓展商機 尤其新南向的國家 這幾年來它的經濟成長力都很高 所以在這種經濟成長力很高的話 那它會衍生很多投資的商機 所以看到我們臺商的朋友 都很積極的再來看 這個所謂的商機的機會 然後再做佈局 我覺得蠻欣慰 由於新南向政策滿成功 我們臺商在蘇比克灣的經濟特區 已經是完全客滿 不服應用 所以也藉此次的會議 雙方共同洽談進行拓展菲律賓蘇比克灣 經濟特區第三期開發的計畫 沈榮金此行到菲律賓出席主持第23屆台飛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 台飛雙方共簽署七項合作文件 包括五項官方協議及兩項民間協議 除了最受矚目的台飛投資保障協定外 還有涉及金融監管工藝工業產品標準相互認證 能源工程及商會等合作備忘錄 促進台飛雙方經貿發展 政府簽進這個投資保障協定 對於我們在海外的廠商造成很大的福利 對我們的福祉 我們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 自從我們這個沈部長 這次來簽訂了這以後 我們菲律賓的投資應該可以比較 達到一個安全 得到安全保障的一個時空 希望我們國內人來這裡投資 要把它能夠做配合合作 新南向政策的目標國家 近年經濟成長亮麗 開創許多投資商機 雙方政府簽訂多項投資協定 互惠互利 也讓台商更能放膽南向 佈局非國市場 台灣宏觀電視王永昕 菲律賓馬卡蒂市採訪報導